今天大文地产局又公布了一项新规定 专门针对买房的时候多人同时出价 也就是Multiple Offer Situation 从7月17号开始 在大文地产局、菲萨河谷地产局和Chiliwak 三个地产局管辖范围之内同时实施 具体要求是 当一个房子出现多人同时出价的时候 卖家经济需要写一份表格 简称DMOP 这份表格里面的内容 包括出价的日期 买家经济公司的名称 如果买方是没有经济的 应该注明 这份表格由卖家签字以后 发给所有参与出价的买家经济 这个新规定跟之前吵的沸沸扬扬的公开竞价的政策是不同的 因为不用披露出价多少 也不用披露里面写了什么条件 以及最终卖家接受或者拒绝的原因 所以这个新规定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买家还是不知道其他人出了多少钱 那么这个规定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其实在多人同时出价的时候 需要公布买家经济公司名称 这件事情在隔壁的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 已经实施了10年 它的意义就在于这样做 卖家经济就不敢于伪造offer 买家至少可以知道有多少个offer 在offer数量这件事情上 买家得到的信息是准确的 以前卖家经济可以告诉你 说我们现在是有多个offer 但是到底有多少个offer我不告诉你 从7月17号开始以后就必须告知了 所以至少在增加透明度这件事情上 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是老杨 你身边最真诚的房产知识专家